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足最佳指挥官人选 李皮最气重的国足指挥官强元终于现身 能功善守曾效力得甲冠军队 张希哲也算是年少成名的球星 一出道就被北京国安球迷给予了厚望 再出道的两个赛季 有天赋但是屡屡浪舍的张希哲 很长一段时间被国安球迷所质疑 直到卡书的到来 对张希哲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教 这才让张希哲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作为张希哲来说如果没有上赛季 不理智犯规被足协重罚 他现在依然是国足绝对主力核心 李皮对张希哲的能力就非常看重 所以就给了张希哲国足绝对主力位置 这是让张希哲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 正值当打之年的张希哲未来依然是国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核心力量 他希望届时能够给国足带来更多成熟稳定的发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希望张希哲可以给球迷带来更多精彩进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期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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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